一起修行做家里面的活法 第三个问题 它是历婚果报在地狱 请问处自于哪一部经 我们现在把佛经里面 凡是讲到地狱的 我们全部抄成一本 现在这书已经印出来了 很多同学都看到了 抄成一本 我把这本书定了一个题目 叫《诸经》 一共好像有二十多种金了 《诸经》 佛说地狱 集药 统统汇集 在这个里面 那么诸位可以参考 比道教里面讲的还要详细 讲的还要丰富 我们印章要多看 多了解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才会有警惕 绝对面的还要详细 绝定不能造成 地狱罪 离婚古报 到底在哪里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要看这个离婚的动机 离婚的这些方式 以及它对于家庭的影响 如果有小孩 对小孩的影响 对社会的影响 你从这方方面面去观察 你才晓得 这个做法决定不少事情 因为社会灵安全 我们今天讲的安定 和睦 根就在夫妻 它的根在家庭 家庭的根在夫妇 所以夫妇千万不能够看清 两个人结婚的 这是建立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就跟我们身上的身体 细胞一样 已经构成一个细胞了 于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个细胞 细胞要是健全 我们知道身体健康 细胞不健全的时候 这个身体会崩溃 那么家庭也不健康 这个离婚率太多了 社会会崩溃 那你就想想 你所背的因果多重 如果说离婚的时候 你没有儿女 对这个家庭没有大的妨碍 那就这个故事就很少 有儿女是最麻烦的 所以说单亲的 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 心里都不进去 你要不要负责 小孩将来在社会上犯罪了 你要追究他的原因 原因是单亲 从小 因为得不到父母中爱 他会做出 违背能力道的犯罪的行为 这个根源会找到你 那就看到犯罪 犯的是什么罪 严不严重 这个就是戒罪不一样 严重的 确确实实实在地 我Е这样 我和你 粮食 整理 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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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